8月15日由徐克指导的补装悬疑电影《敌人节之神都龙王》在今进行了发布会 当天片中饰演大理寺神探三人组队赵又婷、冯绍峰、林登星和饰演花魁的安卓了北比 纷纷到场灯开亮相 相较之前《敌人节之通天帝国》的明星阵容 此次《敌人节之神都龙王》作为徐克导演三年之后 回归《敌人节》系列的作品 在演员阵容上显然流血单薄年轻化了 面对之前刘德华、梁嘉辉、李彬彬、刘嘉玲、影帝影后继人物的注意在前后辈们是否会有压力呢 我现在非常非常期待片音 早一点看到了那个完成的片子 因为我们在片音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一些片段 然后我们已经觉得很兴奋 大家所有人都是 那我觉得观众他们有他们的喜好跟他们的主观吧 我已经尽力了 Angela Baby最近可谓是常常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 前些天刚刚为其主演的电影《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出来做宣传 但该片的票房却十分不理想 四天不到一千五百万 而且Angela Baby去年主演的电影《太极票房》跟成本也不成正比 因此网上有传闻称Angela Baby是票房毒药 对于此说法 Angela Baby探言 此次《敌人节之神都龙王》会一血全赤 并表示不注重票房 注重口碑 我想这一部电影可以证明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会关注口碑更多一点 因为票房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 那这部电影会有很多的命运 它的发行 包括它的档期 会有很多它自己不同的命运 但是我觉得口碑好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